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异性恶评导演微博喊冤的源头似乎都指向了杨幂 当商业类型片演员走入计时类艺术片的荧幕会发生什么呢 宝贝里的警察 医生大多数是非职业演员 他们不会按照剧本走 演十遍每一次都不一样 你会发现杨幂在和非职业演员对戏时 会不断重复一两句台词 同时南京话里还夹着精味 选择杨幂在为电影带来巨大流量的同时 也在考验着导演的心理素质 艺术片和类型片不同 类型片大多是在剧本和制作工艺上下功夫 用一定的叙事套路和价值输出 将观众一步步影向高潮 而艺术片导演通常喜欢用长镜头 非职业演员寻求一种真实感 在叙述方式上 保留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私货 宝贝尔作为艺术电影 不会因为题材在讲先天缺陷人群 讲弃音 就去煽情 趋力反派进行批判 他保持了刘杰导演一贯的冷静和克制 比起杨幂 我更想说出江萌 杨幂饰演的江萌 是一个患先天无刚症的气因 因为出生时脑部缺氧 导致智力发育迟缓 留下了后遗症 这使他在生活和为人处世上 都有一点点不同 在医院打工时 江萌遇见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 先天缺陷婴儿 孩子的家长正准备终止治疗 把婴儿带回家 甚至送去老人院 在那儿结束他短暂的一生 江萌执拗地觉得 那个孩子就是曾经的自己 只要活下去 就能和他一样有未来 他在城市里来来去去 寻找那个被父母判死刑的婴儿 期间他受到各种阻碍 最后用偷的方式 把孩子从老人院抱出来 送到医院 最终孩子在治疗后 还是没有活下去 本片最大的矛盾 就是面对重度先天缺陷病症 是坚持医疗 还是放弃 电影用两种叙述方式 去呈现两个群体的困惑 对于徐先生一家 更多的是刘白 我们不知道徐先生 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 这些刘白 在一点点拷问观众 你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吗 一个父亲 要放弃自己孩子的生命 他背负了多少痛苦 你能理解吗 我们甚至在一段 警方的办案录像中 看到这个孩子的母亲 在短时间内知道真相 并且面对真相的过程 就像用双手撕扯伤疤一样疼 在国内 对于医院 我们有种天然的痛感 对于徐先生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 补足导演没有拍出来的 那些痛处 徐先生就像一个 大的恐怖的问号 质问你 就算治疗 孩子能活下来吗 就算活下来 孩子有未来吗 过度治疗 在他身上留下的伤痕 是他应该用一生去背负的吧 我快四十岁了 这小孩 我们要得不容易 你 我告诉你 我就是你觉得 应该死掉的小孩 我就是这样的小孩 我不要听你的事情啊 我治好了 你不要慌我的事情好不好 我慌不下来了 你这是混蛋 你只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你的小孩是可以治好的 你姑娘 你只是在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你的小孩是可以治好的 我就是要带走这个孩子 你不要让他让小孩带走 你只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你小子 你的小孩是可以治好的 你孙蛋 我要治好的 我要带我的小孩离开 而江萌 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外人 电影用接近白瞄的手法 去讲江萌的故事 大光圈 镜头平视 拍他在城市里穿梭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江萌的身世 看到了他和福利院之间的矛盾 和杨母之间因为时间的推移 不得不面对的寄养关系的问题 看到他撩起一脚肚子上的伤疤 我们也看到了他和小军这个群体 在社会中的生存现状 生活中 他会直接用锅铲撬开养母家里的墙壁 告诉他自己不图他的财产 对于一个和自己身世相像 但毫无瓜葛的婴儿 他一次次报警 歇斯底里 介入别人的生活 直白写实 不加渲染的白瞄 让江萌看起来和社会 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那么的不近人情 我们很难同情他 甚至有点讨厌 反感 但电影中有一个很触动我的画面 是江萌和小军 以及一帮朋友 在一间出租屋里喝酒 用手与彼此分享着自己的生活 他们会笑 会抱怨 会有爱情 好像即便生活在苦 还是会有未来的 江萌的缺陷 是上帝犯的一个错误 人类的手不如上帝的灵巧 只能凭借粗糙的工具 雕琢身体 弥补错误 江萌一次次报案 要警察去抓一个无奈的父亲 甚至去偷孩子 去犯罪 他是在和命运抬杠 他想把那个问好 变成像自己和小军一样的省略好 对于江萌来说 活着是生活的前提 虽然最后徐先生告诉江萌 这个生命最终还是被画上了句号 可那生命的未来 的的确确因为江萌而闪烁过 宝贝尔作为一部艺术片 用两种叙述角度 去诠释了一个生命的诞生 到离去的过程中 两个群体之间的挣扎 用白描讲江萌的故事 用刘白讲徐先生的痛苦 虽然电影里的孩子 最终没能活下来 但还是给观众心里 留下了一串问好 和一个省略好 让看尽这部电影的人 开始思考并关注 这些生理上残缺的生命 李鸿奇的表演 简直出神入化 他在幸福城市中 也贡献了无懈可击的演技 有望拿今年金马奖最佳男配 而郭晶飞则是点到为止 杨幂虽然不是加分项 但绝不至于把电影扣至零分 部分观众观影时 最大的感受就是摇摆 观众迫不及待地 等着导演给我一个立场 我是应该指责 徐先生放弃孩子的生命 还是应该怪姜蒙多管闲事 或是同情小君 这类边缘人群 在摇摆中走出影院 刷豆瓣 看影评 终于得到了一个立场 于是牢牢抓住不放 大家骂演员 我也跟着骂 毕竟骂演员是最容易的 甚至不需要看电影就能做到 电影给了你一把刻度模糊的尺子 让你去量这个世界 你发现量不明白 于是把尺子扔掉了 去网上搜这个世界的长宽高 我们应该丢掉偏见 找到现实题材电影的意义 在去戏剧化冲突的影像中 体会平淡生活中的力量 这部电影真的没有那么差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更详细地了解节目内容 每天会推荐好看的小钟电影 以及一些没有做成视频的影评 微博搜索夸阿弥 看看阿弥的日常生活 关注我的网易云电台 让你真正地边走边听 我是夸阿弥 明天见